苗先生可能有一种感觉 您说话特别愿意去极致化 好多词都特别大 像您是爱奇模范 天下第一大孝子 然后您对您现在这个爱好的话 太执着了 太痴迷了 而且如果您不演小品的话 全国人民就没法获得欢乐了 您是在做一件关系国际民生的大事 这个小品您如果能上春晚 这是给全国人民带来欢乐的 您如果不上春晚 您觉得对不起全国人民 也对不起自己 就是我想一个人有没有必要 把自己的生活当中这么庞大 我要是上不了春晚 我永远当奴隶 我要从奴隶到将军 所以我被我老婆也在上春晚 不是那我这必须得拦您一句了 这好我们都是没上过春晚的 您这说的我们这现在什么社会制度啊 这没上春晚就成奴隶了 我不上春晚 我跟家都挨了断脚 我一上春晚 我都站起来就这样做 我感觉是不一样 您问您老婆 您问问老婆 这个她不上春晚 就在家当牛坐马的 吃上当牛坐马了 你自己想的吧你 您真正喜欢的是什么 您可能真的太希望获得别人的认可 您太需要您认为的成功 对就叫别人认可我 我成功了就行了 我老婆也认可我 最大的梦想叫老婆认可我 认可我 所以人生的价值不仅此而已 人生的价值不仅此而已 叶女士 我相信您对丈夫是非常着急的对她这种情况 刚才主持人小枫有一个问题问的特别好 说您到底是喜欢演小品呢 还是喜欢春晚呢 但是当时你说 我就是喜欢春晚 甚至呢您说您是春晚歌 其实您知道吗 听在这个名字的时候 我心里挺难过的 真的假如有一天咱们不办春晚了 没有春晚了 那您情何以堪 我客观地讲啊 可能要打击您 您不像赵本山或者小沈阳 之前一直都是演员 一直都是在演二人传 您没有这样的基础 您有的只是热情 和不停地去训练 这个训练的精神很让人感动 但是这个基础 比起赵本山 比起小沈阳 你是很薄弱的 这个同意吧 梦想指的是什么 梦想指的是 假如没有鲜花 没有掌声 没有别人的关注 甚至不给钱 我都愿意坚持去做的事情 如果说没有这一点 那么这不叫梦想 这叫虚荣心 刚才您也说了 您说您其实特别喜欢那种光环 迷恋光环 本身的人 而不是专注于这件事情的人 本身就是一种虚荣心 假如您真的非常的喜欢演小品 您完全可以到田间地头 或者说到您的村里面 或者演给您的乡里乡亲 哪怕别人不关注 别人不给你掌声 都没关系 你演小品你很快乐 就像很多唱歌的人 他为什么喜欢唱歌 不是因为唱了歌 别人说好 一个叫好声 这不重要 就哪是他唱的过程很快乐 这叫真喜欢 但是你喜欢的 仅仅是上春晚 让别人关注你 给你鲜花 给你掌声 不可巧的 没错 跟执着相对 还有一个词叫偏执 过分执着 尤其是对一些已经伤害了别人 或者说成功的可能性极小的事情 还非常执着的话 这就叫偏执 那么偏执再往前走一步 那真的就离精神病不远了 但是还好 您现在还是在很执着的这条路上 所以今天您到这来 我们不是让您放弃梦想 是让您调整梦想 调整到您的家人 您周围的亲人 您的朋友 都能接受 大家都一起鼓励你往前走的阶段 您就不会这么难受了 您就不会让老婆一次一次 给送进精神病院了 您就不会被嘲笑了 微调一下梦想 可以吗 谢谢大家